過往都是每年在年增1.5萬 現在已經是用倍數成長的部分 台灣失智症人口不斷攀升 2020年已經排名國人死因第12名 隨著高齡社會到來 失智症越來越普遍 為了強化小學生對失智症的認識 國民健康署特別發行書位繪本 陪孩子關心家人健康 不是老了就一定會失智 失智它本身就是一個疾病 就像我們感冒 生病 現在的COVID可能會得到一個COVID的疾病 那就把它當作是一種疾病的認識了解 所以越早了解能夠抑惑 失智症就如同一般疾病 並非老人家專利 每個人都應該正視失智課題 數位繪本打破時空限制 還能在各圖書館和家庭間分享閱讀 增加親子互動 還能建立小朋友同理心 關心長輩身體狀況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去上架 然後鼓勵我們的志工 來做不管是在說故事活動 或者在讀書會裡面去做推廣 帶小朋友透過繪本來認識失智症 失智症教育從小扎根 有多一份認識就能懂得尊重包容 如果在路上遇到有失智傾向的長輩 也能給予協助 營造友善社區環境 記者邱順明台北報導